KIA SEAT SPORTSWAGEN 我覺得KIA台灣總代理森納美 早就應該把這台車引進台灣來了 因為真的是非常美型 車頭看起來非常像當家旗艦跑車 Stinger的感覺 而且在歐洲它還有類似像先輩款 列跑款 還有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台的旅行車款 台灣這邊售價單一的車種是109萬8 比起預售價便宜了5萬1 這次覺得非常的棒 而且搭載了1500cc 省稅金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但也很可惜的是它沒有48V輕油墊 而今天要介紹它主要是 到底它跟其他包含是像Golf Variant 或是同價位Mondell Hybrid 到底感覺怎麼樣呢 我們首先就來仔細的體驗一下它吧 在這台車之前 我要特別講一下這顆引擎 現在還有車廠願意投入成本來研發 更高科技的引擎 雖然說它只有1500cc 它的馬力是160匹 扭力是25.8公斤 也沒有所謂的輕油墊系統 但它有這個CVVD 也是所謂的連續可變氣門維持時間調整 可以讓它在低轉速的時候呢 可以讓它比較輕推一點 引擎比較節能 但高轉速的時候呢 它氣門開啟跟關閉的時間又經過調整 可以讓它有更大的壓縮力道 比起現在一般車都有所謂的氣門可變證實 或者是像HONDA一樣的氣門揚程可變呢 這個引擎則是更加的高科技了喔 而再來看到的是它的外觀的部分 剛剛提到了它的車非常像在旗艦跑車Stinger 主要是視覺焦點 就是這個Tiger North虎鼻式的水箱護照 在裡面這個蜂巢式的氣壩呢 事實上也有鋼琴烤漆看起來質感非常的好喔 在頭燈的部分呢 它當然有HBA自動智慧的遠近光燈的遮蔽 裡面四顆日行燈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像寶石捷啊 原廠說了它是所謂的冰金式的日行燈 但現在我們知道是呢 在最新的小改款裡面呢 它改成了複眼式人 而不是這個單眼式人 但我覺得這造型相對是比較耐看的 十幾年前Golf GTI 5代 就已經搭載這個17吋的鋁圈了喔 而現在這台車當然是START 17 它同期對手都已經是18了喔 但是在原廠的配胎就是這個米其林的 Primacy 4 這個胎非常的棒 再來是它側邊這邊高腰線的設計 還有包含後面這邊有點往下斜的 這種Shooting Breaker的設計呢 讓它非常有歐風的質感 因為這台車告訴你喔 它設計的地方呢 是法蘭克福的設計中心 同時它製造的也是斯洛伐克 迴旋標式的一個尾燈 當然是全LED的 搭載這個下方 下氣發這邊 還好呢它沒有設計一個所謂的假排氣管 而是非常漂亮一個Diffuser的設計 整個車尾這邊呢非常的俐落 非常有歐洲車的風格 那講到這台呢 Seed Sports Wagon它的內裝呢 首先應變的是呢 這一張非常有質感的椅子 雖然說呢它不是真皮設計 而是織布混合的皮質 但它包覆性真的是非常的好喔 方向盤本身摸起來這個皮質的感覺 粗細適當而且非常的舒服喔 旁邊這邊呢則是控制它的定速 Level 2等級 這邊則是控制它的音響設備 真是非常高質感 那事實上的視覺加點更棒的是呢 前面這個12.3吋的全數位的影表板 事實上在之前的時候呢 是現在100台嘛對不對 過去曾經是說了要3.5萬來進行選配 但現在的前100台 這3.5萬的全數位的影表板呢 全部都奉送了喔 哇這個動畫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高質感喔 一般的車呢 大概要到200萬等級左右了 才有這樣子一個動畫 非常漂亮 但比較遺憾的是呢 它中間這個8吋的多媒體的螢幕呢 它是全英文的喔 但還好呢 它有所謂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通通都有 但是全英文化的這個東西 好像比較Outday一點喔 下方這裡呢 它的空調只是維持它的實體按鍵 而且這個設計 所謂的溫度呢 在這個轉盤裡面 有點像奧迪喔 很可惜喔 這個車呢 畢竟是2018年就出來 所以呢 它並不是現傳的排檔頭 也希望呢 未來的小改款呢 這個排檔頭可以改一下 比較高質感一點喔 整體而言呢 包含了它門板的軟質塑料 還有前方這個軟質塑料 還有這個縫線的設計 看起來呢 都是讓它非常有高質感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地方 像是這個地方 接縫處 接縫處這個地方呢 它除了縫隙比較大之外呢 它還有一種塑膠射出的 一種那個所謂的 留下來的痕跡 這些東西呢 都是可以在精進的地方 畢竟這台車強調的是呢 歐洲設計歐洲原味 對 所以說呢 質感可以再往上提升一點 坐進這台呢 Seed Sports Wagon呢 它的後座 可以說是中規中矩的喔 前方呢 調整成了我的標準座姿之下呢 我現在坐起來 前面大概還有三個指頭 左右一個距離 而頭頂部分呢 則是還有一個拳頭 左右一個高度了 算是呢 非常舒服 而且它的泡棉呢 非常的適中 它的椅子呢 大概是局限在這個位置 旁邊這裡呢 則是一塊這個硬直的塑膠 如果這裡呢 能夠讓椅子呢 有所包覆的話呢 相信呢 坐起來會更加的舒適的 前方這裡呢 則是一樣 有中央的後面的出風口 這個非常實用 但後面這邊 又是這個硬直塑膠的塑膠色 前後門板的材質不同 難道這是現在 這個車子設計的流行嗎 材質不同耶 Seed Sports Wagon啊 後車廂門很棒的是啊 它有用鑰匙 一鍵遙控 非常的好用喔 這個等級的車 109萬8 它就有自動的起閉的尾門 非常的棒 第二個優點是呢 它的後面的後車廂這邊 你看它下方有這麼深的置物空間 而且還分了這麼多的格子喔 這東西如果說呢 你去買這個宵夜 買這所謂的炸雞排 鹹酥雞啊 把它藏在這個後車廂底下 板子遮住 味道就不會藏到裡面去了 非常的棒喔 而這個置物容積呢 那則是呢 來到了625公升 而且呢 如果說把後座放倒的話呢 可以擴充到了1694公升 但你看 我要伸很遠才能夠 放得倒這個後面的椅背 因為呢它這邊 並沒有所謂的 一鍵傾倒的功能 如果說呢 這個功能再補上去的話呢 這個後車廂真是非常完美 而且你看 非常的平整耶 當然車床怎麼都沒有問題 這會很讚 那實際呢 把這一台呢 KIA SEED SPORTS WEGON開上路呢 感覺 15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我覺得 它少了一個東西 就叫做48V的輕油電系統 因為呢 這個小排氣量的渦輪增壓引擎呢 它的起步一瞬間 像現在的瞬間 全油門踩下去 其實呢 它大概呢 會有delay大概一秒鐘左右了 雖然說這台車已經搭載了7速的 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但是那個起步那一瞬間 以及呢 紅燈起步的那一秒鐘的lag 其實 事實上呢 歐系車 像是福斯 Golf Varian 它就透過48V輕油電系統 來彌補那一種 起步的那一種 稍微delay的感覺 但是呢 高轉速之下 剛剛幫您提到了 這台車呢 CVVD 就是所謂的連續可變氣門的維持時間 它可以在高轉速的時候呢 它所謂的氣門 可以挽開 而且呢 找關 讓它整個的氣呢 集中在氣缸裡面的爆發起來 它高轉速之下 衝刺 其實高轉速之下呢 它真的力道就完全的出來 就不像原本一開始起步的那種lag的感覺 所以說呢 它在低速的時候呢 跟高轉速的時候呢 可以說是 判若兩車的感覺 而再來呢 這台車我要提到的是呢 它有一個SPORT模式 按下去之後呢 其實影響最大 油門反應並沒有很直接的改變 但是呢 它的變速箱呢 告訴你喔 它竟然可以模擬像是一些性能車的喔 踩煞車進彎呢 它會自動的退檔補油 而且會自動的幫你判斷說了 這個彎道 判斷你的時速 用幾檔過彎 退檔補油那種是非常有性能感 那種砰砰那種 類似手排車根子的感覺 這台車 它的7速的雙離合器的變速箱呢 可以做得到 再來是談到這台車 當然它的主背動安全喔 非常非常的齊全喔 它主凡是Level 2的等級 而且呢 透過儀表板裡面 非常清楚可以看到 前方跟著是一台Seed 後面呢 我們也是一台Seed 而且呢 它有三段的這個距離可以調整 而且呢 Level 2呢 它的這個所謂的補油門 以及呢自動煞車的力道呢 都非常非常的柔和 所以這台車 109萬8KIA原廠呢 非常精確的呢 把這個價格呢 定在這個地方 110萬內的Vegan 這台車又是純歐洲製 純歐洲設計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錯的選擇 所以說原廠說的 現在這台車呢 限量100台 看一下這個名牌 來 再看一次 Nimited Edition限量版 像超跑一樣的限量版 現在已經賣了7成以上 要買要快了 而現在後續 到底呢 我們的台灣的KIA SENNA ME 會不會在引進小改款之後的車型呢 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說長鮮 要搶便宜 這台車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選擇 讚 至少